哈喽,大家好 宇宙网红金卡大山和养活了莆田工厂的坎爷 他们从最开始的相识、相知、相恋、相爱、结婚生子 到最终似的人进阶之一 这一个时间跨度长达20年的北美爱情故事 可谓是跌宕起伏专马不断 在本次系列视频 我,作为欧美圈时尚圈的老观察家 将用丰富的阅历和对这俩人较为充分的了解 我会以时间为线索 把这段神奇的爱情故事 唯唯道来分享给各位 相信我,关于他俩爱情路线的解读 我绝对是中国互联网全网罪权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大家踊跃的点赞转发 给大家点个关注 Now, let the story begin 让我们回到2002年,金姐,22岁 Kim有一个名叫Brandy的朋友 当时Brandy和Cony要合作录制歌曲 于是呢 Kim和Cony因为有共同朋友 就碰巧见了几次面 当时卡尼甚至不知道卡代山这个姓氏该怎么读 大家可以来回归一下这个片段 那么时间拉回到21世纪初 坎爷的恋情我就先放下不提 主要是那些Nobody cares的各种新闻绯闻 不知道是真是假也完全不聪明的恋爱对象 我是真是数不过来 说说Kim好了 02年的时候Kim已经和一位名叫Damon的男子结了婚 金姐在03年和该男子Damon离婚后 又开始和一位名叫Ray Jay的歌手恋爱 这位Ray Jay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位Brandy的亲弟弟 Kim和Ray Jay的恋爱从03年一直谈到了2007年 看图片有一些比较见多识广的网友啊 估计已经注意到了 是的金姐那个名正江湖的性爱录影带 就是和这个男的拍的 所以在02到07这几年时间里面 Kim和Konyé只是直到世界上有彼此的存在而已 他们俩真正意义上成为朋友 开始相知是在06和07年 所以还在单身的各位就耐心的等吧 所谓的真爱也不是那么好找的 在02到07年之间 Kim因为常年跟在美国网红鼻祖Paris Hilton身边 在大众跟前刷上了一些存在感 但是当时的金姐美美跟着Paris出门 那个场面似乎都非常尴尬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 然后在单幕说说看 你看完这些个片段的心情 07年3月份 Kim和Rajay的性爱录影带泄露 在美国登上了各大新闻头条 因此是Kim与Rajay分手了 然后影片到底是谁泄露的至今下落不明 有部分人猜测是卡台山一家为了火而自行上演 泄露戏嘛 但这也是传闻 大家可以理性吃瓜 而我对此能够给到的忠告就是 年轻人在床上颠缆导风不知天地为何物的时候 还是不要玩的太大 你可以把追求刺激贯彻到底 但最好还是不要和对象拍什么录影带 哪天非熟了一个不小心你的视频 就不是在咱们的B站见了 还是在P站见了 你知道吗 但是金姐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强大 秉承着黑红也是红的精神胜利法 仅半年的时间 卡台山一家就火速谈躲了节目组和制片方 其一家的真人秀在07年10月份就正式上线 Kim的热度也跟着水涨船高 从此Kim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名真人秀明星 正式踏入名立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Kim和Kony的联系逐渐增多 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Kony在07年的时候已经是爱上了卡台山 但是刚和Rej分手不久的Kim 却在出席某颁奖典礼的时候 认识了一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Reggie Butch 并火速进入新的恋爱关系 当时晚了一步的Kony心里是很难过的 他后续在09年年初的时候 甚至填字了一首歌Knock you down 来抒发心中的爱而不得 So now I'm crashing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But I know it feels so damn good Sad if I could go back And make it happen faster You was always the cheerleader of my dreams To seem to only date the head of Forteens And I was the class clown that always kept to laughing You should leave your boyfriend now 翻译过来就是 我一不小心爱上你 爱上你的感觉真好 要是时光能够倒流 我能够早点追你就好了 看起来你似乎只会和独球队的人恋爱 这里暗指Reggie 而我Kony不过是你身边一只红米开心的小丑罢了 你应该现在就和你男朋友分手 如何啊 朋友们 你们听听 这就是坠入爱河的下场 他会让你变成什么 他会让你变成一只小丑 Kim和Reggie谈了两年的恋爱 这段恋情在2007年开始 2009年结束 当Kim被复单身之后 Kony又出现了 并首次出现在了卡带山映家的真人秀上 真人秀里面有这么一个名场面 他们约在卡带山的服装店 Dash见面 大家可以看看Kony的反应 就是这暗示是不是也太明显了 所以当时 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Kim的姐姐的男朋友 Scott 有问过他这个问题 大家看到金姐的态度了吗 他们有正面回应 那这个又是为啥呢 这是因为 当时刚和Reggie分手的Kim 又火速坠入了另外一场爱河 他在和Chris约会 不是我们中国那个Chris 是NBA篮球运动员Chris 天哪 这个身高差 我们结论吧 再一次擦肩而过 又玩到一步的 Kony的内心的阴影面积 到底有多大 你要是看过真人秀 那你就能feel到 在这个时期 Kim和Kony看来就是一些 好像对彼此都有点意思 但是又会和别人在一起的一个状况 用我们的人话来总结就是 咱外人看来真的很迷惑 2011年 Kim决定和Chris结婚 Kony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终于坐不住了 他火速购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手机 Oh不 Stop here 人生中的第一台手机 Wait What 我在考古一些访谈的时候 也发出了这个疑问 我知道Kony疯了 但没想到他那么疯 怎么会有年轻人 活在21世纪2011年 才拥有第一台手机呢 我们这个疑问 也是外网人民的疑问 但既然主人公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且勉强接受这个说法吧 And Kanye you were saying How you didn't have a phone For like Yeah I have a phone for three years Only When I got my phone is when I saw Kim on the internet With Chris Humphries And I was trying to call her Right I wanted to marry that girl For the first time I saw And I just had to wait through a bunch of relationships To finally get my chance He used to never have a phone I got a phone Because somebody decided They wanted to marry Chris Humphries And I was like I need to call her 如各位所见 Kony购买人家中的第一台手机 就是为了打电话 劝Kim不要和Chris结婚 就怎么说呢 这种剧情是穷姚阿姨看了 都会说我不敢这么编的程度 那么电话打完之后 Kim有把Kony的话听进去吗 那自然是没有的 Kim的说法是 你得试试 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于是他就在2011年和Chris结婚 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 但是这段婚姻关系仅维持了72天 三个月都不到 Kim在2011年的10月选择了离婚 离婚之后 Kony快乐了 他立马联系正在经历离婚止痛的Kim 他说 啊在吗 听说你不开心 那你来巴黎这双周吧 支持一下我的秀 顺便散散心吧 Kim答应了 而根据Kim本人的说法 这一次动身巴黎 是他俩正式约会 真正恋爱的开始 而Kim也是在后来才听说 原来坎爷当年决定在巴黎办事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能够让Kim 暂时远离美国 排除掉其他干扰因素 得到一次和Kim单独约会的机会 毕竟金姐下一个男人出现的速度 总是很快 而Kony已经多次错过 这次是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然后呢 也是在落地巴黎 呼吸到欧洲的空气之后啊 Kim才后知后觉说 哇哦 原来坎爷才是我的真爱 10月刚好也是Kim的生日 在巴黎时尚周玩乐之后 俩人去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过生日 与此同时 坎爷北美傻黑情的称号 开始流传开爱 毕竟 哎 你不开心 你男朋友让你多喝热水 但金姐不开心 坎爷就带他去巴黎散心 当金姐和坎爷开始约会之后呢 各种恋爱喜剑真的太多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真人秀 我不然我这视频就真的没完没了了 我挑重点来讲 比如 坎爷巴黎的新歌 Why Dress 里面有一句这样的歌词 Even though I met you in a club in a Thai dress At first sight I could picture you in a white dress 通俗的翻译就是 见到你的第一刻 我已经想让你当我的新娘 坎爷给Kim写了很多歌 我不在依依 这段时间Kim的衣品也迎来了转型升级 真人秀最著名的名场面 Kony也给Kim的衣出来了一场大换学 就是发生在2012年 这件事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当年的我就会觉得 干好甜 而哪个男人要给我的衣柜 我会塞满新的一批好看起很贵的大牌高 店我真的会开心到原地转圈圈 但我们现在再来重新 试试一下这本故事 你会发现 卡尼也的控制鱼在此刻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Kony的造型师执意要把Kim很喜欢的一双鞋清理掉 Kim甚至真情实感的哭了 想看金姐衣品进化之路的也可以前去考古 然后大家就会发现两年前的我 发型和现在差别也很大 唉 谁没有个过去呢 我一般都不会再去看自己已经发出去的视频 因为每一秒都在成长 以前的视频提供的信息 或许不再具有时效性 甚至部分放到当下来看 大家会觉得很荒谬很幼稚 大家就且当个乐子随便看看吧 来 曼甘拉的纪录片的英文名叫什么 弹幕的时尚图提家们 来 请速速给出答案 是的 就是The First Monday in May 没看的可以去看看记录的刚好也是中国主题 进化水月这一年 The First Monday in May 其实就是正常麦卡拉举办的日期 5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2013年5月份的时候 Kim人生中第一次参加了麦卡拉 他没有受邀 被邀请的是坎爷 坎爷有权利带一个人 就是通常是伴侣去前往 俗称晚宴的Plus One 他当时还怀着孕 但是一些媒体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还是选择把Kim给裁掉了 所以您可见 所谓的上流社会 或者说时尚界 whatsoever 是非常地待见这个有着Sexy tape的真人秀明星的 菁姐后来也有在Vogue的采访中提到这一次的经历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Kanye was performing 所以我其实没有邀请 我只是Kanye's Plus One 所以我还没想到我会在Met Ball 我认识没有人在那时 我认识没有人想到我那时候 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就是 当年不会被邀请 不被大家待见的Kim 后来是每年都出现了麦卡拉 在2019年 更是以Mugler的一身素腰水滴裙 抢光了在场所有人的风头 登上了当月Vogue的封面 2013年6月份 金姐和Kanye的女儿North West出生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小西北 家人迎来了彼此爱的结晶 10月份的时候 在金姐生日当天 Kanye就密谋了一整个订婚计划 她包下了整个球场 然后整个飞机 把金姐和自己的亲朋好友们都请了过来 一起见证这个时刻 她还请来了乐队 给金姐演奏她当时最喜欢的歌 打雷姐的 I'm and Beautiful 也是啦 试问谁能不爱打雷姐呢 是吧 但你们大军们 我最近有点歌慌 你可以把你最爱的打雷姐的 冷门的 要冷门的宝藏歌曲名字 打在公屏上 到时候我来听一听 看到这儿 大家估计就会真实的产生这样的疑惑 怎么回事 你们女儿都出生了 你才过来给我搞订婚 你们明星的世界真的很难懂 是这样的 Kim和前夫Chris的离婚 拖了非常久 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男方 一个女的和你结婚 你很爱她 还准备了几百万的撰戒 然后结婚72天之后 好 对方突然想和你离婚 你是不是也很懵 反正呢 因为种种原因 因私人恩怨 离婚从2011年一直拖到了2013年 这么看来北美的离婚冷静期也是挺长的哈 Chris最后也是看金姐都怀上了 坎爹的孩子肚子都那么大了 也是在2013年4月才最终签了离婚协议书 坎爹对Kim的爱体现在他想帮他把那些他曾经认为无法实现的梦想都一一实现 之前坎爹带他参加麦嘎拉 而到后面则是2014年的4月份坎爹带着Kim 双人共同登上Vogue四月看封面 这个当时在欧美首商界数一数二的明星啊 为了自己的老婆和Vogue主编安娜·威德尔 好说歹说 终于才磨来了这张封面 这张封面同时也创造了历史 这是美版Vogue史上第一张双人种明星夫妻封面 当时Vogue的读者可太生气了 网友当时甚至还纷纷表示说 要取消订阅Vogue 怎么回事 怎么什么人能登上Vogue呀 我真的生气了 是不是不发回把别人当傻子 但坎爹才不管这些哈 能把老婆哄开心 最重要 5月份的时候 耶和Kim决定结婚 地点不在美国而在意大利 前面已经说到2011年 他们在巴黎正式相爱 他们以情侣身份过的第一个Kim的生日 就是在佛罗伦萨 于是他俩就想 干脆啊 整一些飞机 把亲朋好友供200余人 从美国运到巴黎玩一下 再带大家去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婚礼现场 沉浸式给大家喂狗粮 后来两个人当年在婚礼上亲吻的照片 成为了2014年 IG点赞数量最高的照片 由此可见 这对夫妻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顶流 但看完这部分的时间线 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 这两个人最终能够埋入婚姻的殿堂 非常不容易 在感情衣食的时候 Cony和Kim之间存在的挑战是很多现实生活中的情侣们会面临的考验 比如说双方在财力方面的不对的 男方很有钱 艺术成就也很高 但女方连大学都没读 似乎也没有别的才能 门不当互不对的恋爱 真的是我们讨论的永恒的话题不是吗 大家口嗨总说 我好想和富哥富婆谈恋爱 可是等你真的谈恋爱的时候 那种压力和焦虑才能够去亲身体会 其次呢是我们不得不谈的一个世俗的观念 谈恋爱上的是一个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甚至一点也不时髦的真人秀明星 更别提这是一个sex tape全网流传 还离了两次婚的人 说句难听点的话 稍微有点情感洁癖的人 这恋爱都谈不下去 我分享一下这段访谈 大家可以来看看金姐对这段感情的看法 他把世界上决定了 当他每个人告诉他 你不能够线一个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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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坏你的 career 每个人告诉他那样 每个人告诉他那样 我说他不是说 你不会告诉我什么 我让你知道 你会好吗 他永远是那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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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永远会对他一样的力量 让全球人民都为之羡慕 但婚姻生活 并不总是和睦甜蜜 他们也一起经历了很多苦难 那么在上一期节目 我们梳理了 Konyay和Kim前半部分的经历 从02年的相识到2014年的5月的迈入婚姻殿堂 他们用了整整12年 而本期视频则会着重梳理 后来他们甜蜜与挑战并行的婚姻生活 我诚挚地邀请 苹果前的各位 身上作题家和情感分析大师们加入我 让我们透过细节去寻找真相 北美甜蜜夫妻天花板 他们之间的爱意 到底是如何逐渐淡去 而这又会给你们 这些连对象都没有的单身人士 带来哪些这辈子可能都用不上的恋爱经验呢 开玩笑的 我真心希望正在观看视频的 可爱的网友们都能够收获真诚的爱意 疫情还没有退去 大家一定要就是好好照顾自己 就是我希望大家平安 如果你觉得网上的信息 会让你感到信心很糟糕 那就关掉手机真的别看了 我收到了不少读者朋友们的自信 就真的这一天天的真的是 感觉真的很不好过 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 好吗 那么废话不多说 节目正式开始 我发现这是营销浩门鲜少提及的细节 其实在坎爷的心中 Key并不完美 2013到2014年 坎爷出现在真人秀里面的镜头并不多 女儿出生后很长一段的时间里面 她也是不允许自己的女儿North出镜的 坎爷打从心底里面瞧不起这场真人秀 她14年的时候多次表示 在真人秀里面露面会让自己的身份变得很廉价 不利于她缩造公众形象 就是怎么说呢 她说她好像的确也没错 对吧 她在采访里面说到 It's when you are in a relationship and stop thinking about what's cool or not cool and just let go and I just let go to her 我讨厌这场真人秀 但我为了老婆还是小小出镜了一下 爱情嘛 难免一些牺牲 在前期的亲密关系里面 由于经济社会名望的巨大差异 我个人思以为坎爷其实并没有做到完全平等的去爱Kim 在某些时刻那种俯视的姿态异常昭彰 Kim之余 Kanye就像是鲁义传里面的魏烟丸之余皇帝 只不过坎爷对Kim是有真心的爱意在里面的 你们看啊 坎爷觉得Kim的着装很土 然后他要换掉Kim的整个衣橱 给他进行改造 然后坎爷觉得金姐的真人秀很chip 靠着sex take出名的金姐本人的口碑也很不好 于是他选择减少出镜的时间 但同时他又会用自己的力量排除众议 将他送上vogue送上mangala 可以这么说金姐取得的成就越大 一手栽培金姐的坎爷所获得的心理满足感也会更大 结婚生日是大部分亲密关系都会面临的问题 金姐和坎爷也不例外 大家可以直接看这一段自白 妈妈们真的都很不容易 我们发生完美的舌头 不再大部分 到处理了 她快典还没有出发 所以这叫卵派检因离 我开心的脂肤 就个卵派检缘 所以我的卵派检成绩 这个是何女同事 女同事 但后我嫌疑 我扭控了 我始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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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蚝inho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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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我的肌肉 我可以得出胃 Study 我和我弟弟们一起做了两个胸脑 我和我第一个儿子有同样的状态 那之后,我还要有五个不同的行业 在一年半以后,去解决了内部的影响 如各位所见,到2015年的时候 看爷爷和Kim之间,就不是简单的恋爱关系了 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是已经成为了四口之家 两个孩子艰难诞生的过程 也让这对共患难的新婚夫妻更加深爱彼此 坎爷和Taylor的恩怨咱们就不多展开 仅从这件事我们能看到的就是Kim作为坎爷的妻子 可以说是第一时间就站出来维护自己的丈夫 在当年舆论一边导向支持Taylor 众人指责坎爷不尊重女性的时候 是Kim站了出来 丢录音放出了在当时所谓的实锤 连着几条推文字字珠奇带节奏 火速扭转战局时的Taylor被全网刷设备的麦白莲花 金姐金子一站也刷新了全球网民对她的印象 看你老婆不是一个普通的花瓶 这婆娘情商一流且蛮有手段的 至此之后,坎爷每次一有什么事 都是卡带上在身后帮忙擦屁股大圆场 坎爷一旦发了一个看似很疯的推 诶,金姐就会立马跳出来 给这个推加上各种前提条件 并附上相关的背景原因解释 反复强调,坎爷啊,她的话都是出于好心 只是个男人嘴太笨了 金姐总能想办法让大家透过风言风语 看到康爷的这一颗赤子之心啊 娶了个老婆,顺便送送一位定期公关 感觉还挺赚的 同年10月,金卡大山在法国的巴黎 他们继续说,"The Ring, The Ring", 然后我把他放在座上的屁股 所以我估了他我的币 所以我估了他我的币 我们好吗? 所以我说,"OK,这个是 这个时候我会被抓捕 你呢?"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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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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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都拿着个东西 那位男士,没有弓箱 只会说,"噓,你噓,你还好吗?" 然后,全部都提醒了 当时Kim在法国遭被抢劫的时候 卡业正在海洋的另一边 在美国的纽约开演唱会 听说此事之后 卡业丢下全场观众或素飞奔过去找老婆 这个场景有诸多现场粉丝的录像为证 从卡业那一刻的慌乱和下意识的反应 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对金姐的爱意 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卡大山 开始淡出摄样媒体 消停了一小段时间 也不再旋復帛流量了 犀牛鱼鸡的他更是选择躲在家里面 连门都不愿意出 阿坎也在此刻因为巡演的压力 妻子刚出世精神状态不佳 他还需要帮忙安抚孩子 分身乏住的他在11月 正式被送入了医院确诊遭遇症 然后呢还没从被抢劫的创伤里 恢复过来的Kim 在第一时间也是他第一次离开家门 他火速去医院守着抗疫 陪着他治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也许就是爱情里面的一些双向奔赴 爱情得以长久 是因为双方都在努力经营 都在努力为了对方付出 Kim因为其标志性的身材和妆容审美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北美流行文化 于是他在2017年顺势推出了自己的品牌 KKW Beauty彩妆品牌 这个品牌很赚 美妆品牌真的就是暴力 然后KKW其实就是Kim Kardashian West的缩写 虽然我们如今可能会讨论什么 就是说凭什么在西方 嫁给了一个男人 就要取材的姓氏放在自己的名字里 这将女性的独立性至于哪里 挺有道理的 但是我可不可以小声地说 就是我个人认为能量自己的名字里 加上我爱人的标签 其实还蛮浪漫的 2017年金姐已经从创伤中恢复过来 事业蒸蒸日上 坎妍的病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当年康妍认识的那位图妞金卡泰山 也已经在她的权力调校之下 变成了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时尚偶像 不论是名气还是财力 都开始独当一面的金姐 在和康妍的相处过程当中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他俩在当时一眼伤害的彼此 但坎妍要如何面对这位羽翼见锋 生活重心已经不再围绕着他来转的妻子呢 他能及时调整自己在这段关系天平当中所加注的砂码 看过真人秀的朋友们 其实能在这几年感受到金姐的成长 在之前 Kim几乎对Cony的决定没有太多的意义 但后来Kim会和Cony argue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问意见 到最后的一起商讨 很明显金姐想要获得更多的尊重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姑且把17年年底的事放到这一块一起讲了 2017年12月的圣诞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直接看视频吧 For Christmas last year He gave me a box and I opened it and it was Mickey Mouse and Adidas socks and Apple headphones and I thought okay and then he told me that he bought me major stock in all of those companies Kony, what was the reaction? she's like okay well when I thought it was just Adidas socks and headphones I was like thanks 我真的今晚就想把自己狠狠灌醉 就是梦里面什么都有 给我一杯红酒 我自己在干嘛 金姐的影响力在2018年已经达到了一条IG推广 报价100万美元的程度 当时有一个品牌呢 她找Kim谈商务合作 但Kim觉得这个品牌的产品太像自己老公EASY的设计了 为了支持老公呢 金姐就狠狠拒绝 坎也知道此事之后颇为感动于是在2018年的母亲节 给Kim寄了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和一份合同 合同里面呢 是EASY的股份 谁懂 2019年 Meggala入约而至 曾经不被受邀不受待见的Kim 以及月升全球顶级网红 她被正式受邀出席 且单人登上当月美版Vogue 这甚至是其他明星都没有的待遇 她以一身极致素腰的Meggala特制水滴裙 风光无限 而坎也身上穿的只是不到300块钱的Dickies外套 她心甘情愿地做Kim的保镖 做背景板 让妻子闪耀人前 这段视频很多人可能已经看了 但你可能没看过的是Meggala幕后的这一段 我只是过一段时间 我女儿需要在这些女儿像她的肌肉 向她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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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跟人家的肌肉 或是要父母的四季儿 跟她的父母 在前面前我会进入来 你会变成了 你不是在一个肌肉 吗 你会是我的妻子 和我当我拍照片 遮瑄断的照片 各位景点大师们感受到了吗 如果要用一部影视剧中的经典台词 来概括经济和抗议之间权力地位的威妙博弈 那必然就是 刚入宫的甄嬛已经死了 小两口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多了 金姐已经不再按照着 坎尼给她规划的路线走 她想完全掌控自己空中形象的呈现方式 并开始疲于应对坎尼 时不时蹦跋出来的一些危险言论 这对夫妻经常就是 坎尼偶尔发疯捅娄子 而Kim呢作为护肤狂魔 为了孩子和家庭 需要一次次动用公关手段来给她善后 矛盾不断积累 但爱意依然还在 2018年三女儿Chicago出生 2019年四儿子Sun出生 四口之家升级成了六口之家 此时2019年他们结婚已经到了五周年纪念日的时间节点 Kim和Kong也决定Renew their vows 更新结婚试词 于是他们又办了一场小型婚礼 我也把这个婚礼的准备片段分享给大家看一看 这一家虽然是很Drama 但一些温馨时刻还是蛮打动人的 Kim和儿子模拟了一下宣誓流程 宣誓的誓词也很动人 感情家庭事业遍地开发的Kim在2019年5月正式声明 她将开启正式的法律知识学习 想要考取律师证 动用自己的力量来对抗司法不公 帮助更多的人 不得不说这一则声明可以算是金卡大山 开始全面扭转个人形象和口碑 所下的一步大棋 在这段时间她连穿衣风格都甚至变了个样 所以说服装真的是改变了整体气质最快速的手段 后来在2020年的上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我们又再一次被狠狠填到了 别人走红毯都是造型团队向品牌最高点 但金姐和Kong也是直接买了几套一辈不时之需 首先告诉我这个看起来的这件事 这件事是其实是一件的我的 Christmas presents 由 Kanye给了个月的课程 他给你一个约约约约约? 是的 Alexander McQueen 2003 是他的宾传统设计 所以我会一直在约约约的事情 什么我会穿过的最后一段时间的部分 所以他加上非常好的宾法 好 现在我来说一个恐怖故事 大家看一下太风idduj tgw 会不会很舍不得我呢? 2020年下半年 夫妻两人的关系是急俗恶化 之后发生的大事情就是 全球疫情爆发 美国总统竞选 Konyer的精神问题 经卡戴山打怪十多年 升级成终极形态 正式晋升十亿美元俱乐部 卡戴山之人是有刹新停播 两个人离婚 然后东达专辑发布 巴兰斯亚嘎与Konyer和Kim之间的 一些微妙联动 以及死亡威胁等一系列专门 通过前面两期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Konyer和Kim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大 第一个重大矛盾 个人独立资产已经高达十亿美元的金姐 不再乐意配合Konyer的所有决定 决定有大有小 这些决定包括 但不限于服装风格 个人形象的呈现方式 家庭住址变更等等等等 一个可以补充的信息是 2019年Konyer在没有严肃的 和Kim商量的前提之下 在一个公开场合擅自承诺 说一家六口会搬到 美国的芝加哥去住 因为芝加哥是Konyer的故乡 所以我在工作 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你移动到西加哥 然后别人给我打电话 可金姐对此是颇有不满 因为金姐的家人 然后真人秀事业主要的拍摄地点 然后包括他俩恋爱后的常住地 以及四个孩子的童年时光 都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Kalabasis 当然可以看这份美国地图 这两个州之间是一个 无限接近横跨美国东西部的概念了 金姐内心估计也已经感到厌倦 你在和我做重要决定之前 能不能郑重地提前和我赏讨一生呢 第二个矛盾则发生在2020年的7月份 Konyer当时在参加总统竞选的演讲上 公开表达自己支持反堕胎合法化这个立场 并公开与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私密的故事 他说自己当年和Kim在一起的时候 工作很忙碌 也正在过着所谓的rapper的那种生活方式 所以当Kim告知他 他怀孕了的时候 Konyer说他其实不想要这个孩子 最后也是在Kim的坚持之下 他们才把Nov生了下来 这是第一胎呢 就是将心比心啊 如果你是金姐 或者说如果你是小孩子 那个Nov小西北本人 听到自己的爸爸说 当年并不想要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呢 外网的评论和大家的想法 估计也差不多来读一读下面的评论 Even if my wife were to divorce me after this speech wait for it 天哪 真的是好一口毒奶 Well That was brutal to do that publicly to North It will be North that needs the therapy America is turning into a joke Is this for real? 但是这还不是压垮Kim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次演讲的两天之后 Konyer又搞事情了 在2020年的7月份 Konyer又公开发表了一个推特 暗指Kim在推进监狱改革的过程当中 出轨了相关的工作人员 如果这事是真事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关键是这一波连美国本土那批 平时不怎么带进金卡大战的毒舍媒体 还有最喜欢报道娱乐八卦那群媒体 比如说TMZ啊 就连TMZ他都发了文章替Kim澄清 并报道说 在推进监狱改革会议的过程当中 一直有第三方人员的存在 Kim根本就没有和该男子独处的机会 咱们再换位思考一下金姐的处境啊 事业忙到飞起 然后大学都没有读过的 他却每天都在学习法律 想着说以后看能不能为社会做贡献 然后同时呢 他还得照顾和Konyer一起生的四个孩子 完了之后 对方一旦遭遇症发病 他就会在公众平台指责你出轨 如果是我的性格 我的心会直接喊掉 就这段关系可以不用修复了 这些分了得了 然后在这些秀里面 Kim也确实实是崩溃了 我们可以来请看一下她的反应 2020年下半年开始两个人反复争吵 然后反复磨合 到2021年的2月受不了的Kim 就是她默默地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 但Konyer迟迟未亲属同意书 在磨合的这半年里 40岁的金姐出无意料的瓶颈 大家可以来看看她和母亲Chris的这一段对话 I'm wondering how you were doing I'm good But how are you really I'm really fine Would you tell me I keep waiting for you to go Mom, what are you doing Can you come over and talk Or something Talk to the therapist Like why do I have to like burden All everyone I know it's not a burden I used to go to everyone You know For all the answers And the problems Yeah And it's draining Let me let me work on myself And see where I'm at My pure happiness So that's what I'm working on Figuring out how to get there Am I just going to sit here And think okay my kids fulfill me And then after turning 40 this year I realized like no A husband that lives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ate I want someone We have the same shows in common Chloe and Tristan and I Would work out at 6 a.m. Three of us And I was third wheeling it For a good you know I was like wow It's like the little things Is what I don't have I have all the big things I think I'm ready For the smaller experiences That I think will mean a lot And I think I haven't seen that In a really long time And like final decisions That I want to make Because I just want them To be happy Don't cry So much to be happy about Numb Like I'm tired of that But I do know That I will be happy Okay Remember that You didn't come this far Just to come this far I saw it on the internet And you seem to handle Everything very calmly Calmness is my superpower Oh 不知道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know In a little bit of fun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f you had a great feeling That I know I can hear what I can hear In the notebook I can tell you I have the feeling My feelings In a little bit Is like Kin姐 I feel like I felt very relaxed I'm just going to have I felt very relaxed I felt relaxed I can't do anything I feel like 2021年4月 Fubus Fubus King姐 即使不分 Khanye The财产 自己也 掙够了10亿美元 This news 一出来 一堆富家公子商业大拿 向金姐泡来干蓝吃发起追求 但Kim依然觉得自己目前的状态 独自美丽挺好的 所以他都通通婉拒 6月双子座 Connier的生日来临 金姐发了生日祝福 她说孩子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父亲 并表达会永远爱Connier Connier是她永远的家人 但也是在她生日的这一天 Connier被拍到和超莫Irena交往 就不得不说 这是不是有一点讽刺呢 7月到8月 Connier新专辑动短发布 并举行了多场视听会 然后Kim是每一场都会 携孩子们到场支持 在一场视听会的最终章 Kim更是配合 穿着巴黎世家的高顶婚纱 走向了Connier 这场面的阵仗 真的是一瞬间仿佛就梦回 他们俩当年的结婚现场 这一波动作可真的是 把营销热度给无限拉满了 不得不说啊 这一家子的确是很会整活 这里一提的是 东台上专辑是还不错的 Come to life是我本人夜晚 独自一谋落泪的必定曲目之一 Connier做音乐 真的有一手 好 就在大家纷纷猜测 他俩是要复合了吗 好像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2021年10月份 Kim花了2000万美元 从Connier那儿买下了一栋房子 就是差季风 位于加利福尼亚卡拉巴西斯 接受了Vogue 73问采访的 那一栋房子 就这事吧 当初Connier他可能也没细想 这也是自己老婆嘛 卖就卖呗 但是当他估计 也是在卖完房子之后 他才反应过来 当房子所有权归属于卡台山一个人的时候 卡台山就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which means Connier不得随便踏进这个家门 至少他得经过Kim的同意才能拉脚升进去 不然金卡台山完全有权利报警把他抓起来 小伙伴们这个女人他真的断的好干脆 卡台山11月份买房 然后紧接着主持了美国的喜剧综艺直播节目SNL 通过这个节目他认识了喜剧演员Pete 在11月Kim就与Pete进入了约会状态 所以你看搞笑男还是挺有市场的 那么这位Pete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关注公美讯的小伙伴应该是熟悉的 他曾与A妹Ariana Grande订婚了 A妹甚至还给她写了一首歌 并收入在了专辑甜味季Sweetened里面 A妹她还透露了很多不该透露的东西 比如说她那个地方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别装了妹妹 大家都是成年人 A妹说她那个地方是10 inches 换算过来就是25.4厘米 这真的是可以说的吗 哇原来是大的搞笑男 不缺市场 Anyway当Kim与Pete的新恋情传遍全球的时候 Conny又坐不住了 他发了一个IG story 是两个人的合照 Conny也配上了文案 姑且可以这么解读 等着瞧吧 上帝最终会让Kim和Conny这对爱侣重新在一起 我俩和好将会给世界上千百万对 即将离婚分手的情侣夫妻带来信心 Conny的行动力一直是让我震撼的 比如说这一次 发完IG之后 他在12月就火塑在金卡丹山的家旁边 买了一栋房子 诶 住得近一点 也方便追回金姐的心 还挺感人的 与此同时呢 努力学习上课的Kim 似乎完全没有被Conny干扰到 他在12月正式通过了司法考试 金姐的行动力 我也真的是感到很佩服 然后时间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2022年的1月份了 此时Conny已经在和新的女朋友展开约会 名叫Julian Box Conny带着新女友高调参加各种时装周 对女友的衣品又进行一轮改造 但是发现没有 似乎Conny真的很乐中于改造她的每一任对象 我原本以为这对夫妻的瓜在此刻 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 就是怎么说 come to an end了 要结束了 毕竟金姐有了新人 Pete甜甜蜜蜜 而Conny呢似乎也很爱Julian 因为她去哪都会带着她 但事实证明白我还是太年轻了 这群40多岁的中年人 真的比我这个95后还能折腾 2月14号情人节 Conny和Julian分手 并连发两条印字表示 Kim才是她的真爱 我相信我们会和好的 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Pete 挺大声的喊的这个loser 并高举我Conny和Kim的KimACP大旗 好吗 而此时正和小男友甜甜蜜蜜的Kim 就真就是 就满脸问好 于是呢她私下联系Conny 叫他不要再骚扰自己和Pete 说他发的这条IP非常的不妥 因为那些脑残粉很有可能 因为他说了这番话 而真的去找那个Pete的麻烦 Conny几乎是很快就回复了 他表示 我会乖乖的听你的话 保护咱们的家人 也会叫大家不要伤害Pete 然后下一秒 Conny就把他和Kim私下的内容 发出来了 听起脑壳估计也很疼吧 Why can't you keep any of our conversations private 无语了家人们 然后Conny的回复也很好笑 because I got a test from my favorite person in the world I'm your number one fan Why wouldn't I tell everyone 你 是 我的神 其实吧 一般遇到很直求的告白 如果是有自己喜欢的人说出来的话 那我就会觉得说 哇 好甜 但像是这个人 我已经很烦了 他再说这种话 我就会觉得 神经病 怎么说 我们就是很难不觉得Conny 精神有问题 因为他刚和金姐 事爱完毕 然后又无缝衔接了下一位女友 这位女友长这样 真的就是碗碗泪金啊 家人们 就是一个银卡戴山的概念 客同人都没有这么像 我真的很想问问Conny 这样有意思吗 带餐好吃吗 我真的也很想说 你这些魔幻骚操作 你能把别人的心追回来 才真的是有鬼了 与此同时呢 美国Vogue 官宣了其三月看的封面人物 就是金卡戴山 而在Vogue的专访里面 Kim也谈多了很多真心话 报道很长 我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来赘述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搜来看看 我总结一下 大家看封面的压制了没有 就是Kim's new world I have chosen myself 41岁的Kim已经很明确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他想让自己幸福 Conny对于他来说 是他这辈子都会感激的人 他会一直爱他 他是很优秀的爸爸 他也曾是一位很优秀的丈夫 只是他真的已经放下 准备好开启人生新篇章了 2022年3月 美国法律宣布金卡戴山 正式恢复单身 姓氏从Kardashian West 变回只剩下了Kardashian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 Conny发布了一支全新的MV 在MV里面 Conny把一个神似 Pete的头给活埋了 说句老实话 Conny的确是一个很有成就的rapper 也是一个艺术家 但这个无限接近死亡威胁的行为 的确是已经让整个外网 包括我们中国网民都大为震惊 然后一直做受气包的 无辜被牵进来的Pete 在此刻也是忍不住了 他给Conny发私信说 你到底能不能冷静一点 像个成年人一样解决问题 他还说了很多Kim的好话 说你应该为你的四个孩子 拥有Kim这样的好妈妈 而感到知足 由于Pete 最后一句话是 grow the fuck up 用了f word Conny还很像小学生吵架一样 回了一句 小孩子不可以说脏话哦 你现在在哪儿 然后Pete 不亏是搞笑男 嘴人真的非常有一套 他回了一句 我和你老婆在床上呢 然后他还附赠了一张自拍 觉得太精彩了 我真的是绝了 那如今金卡大战一家的真人秀 在2022年的4月14日正式回归了 有关这一系列的drama 在真人秀后续的播出当中 应该会占相当大的比重 我不知道Conny该如何挽回铁了心要离开的Kim 我也是不知道Kim以后是否 又会被打动重新回到Conny的身边 毕竟他们已经认识彼此20年了 从2002年到2022年 他们的故事会完待续 未来的事儿谁也说不准 但可以确信的是Kim已经正式宣布要给自己的品牌改名字 毕竟曾经的KKW Kim Kardashian West已经是过去式了 那比较就是本次时尚八卦茶话会 特别系列的最终这样的宣布内容 我们说过一位爱人有多么的不容易 而爱意的淡区又多么的让人感到惋惜 有人说往事有可追 但时间这个东西它没有暂停键 更是没有倒播按钮 那么既然往事不可追 那我们只能相信未来更隔期 我们就是何不珍重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就是我真心的祝愿每一位正在看这个视频 正在恋爱的你 能够大胆去爱 不留遗憾 然后我也祝每一位刚刚结束一段亲密关系的你 能找到心之所向 勇敢的开启新的篇章 希望你们都能够被爱 当然你们也要爱你们自己 好故事说完 喜欢这一期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个赞 然后点转发 OK的话可以点个关注 这样以后就能第一时间查出我想要分享的最新有趣的内容 那么咱们下期见